大家好,我是Johnny,歡迎來到Johnny AI頻道 我們知道人工智慧應用在影像上已經非常多元 近幾年相關的論文跟paper也是爆炸性的成長 你知道AI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畫家嗎? 我們今天會提供五種 運用AI人工智慧開發出來的網站 而且它的應用是在影像上面 每一個都是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好玩 那你都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在開始之前我想提供大家一個新聞 兩年前的舊文 那就是在2018年的10月25號 全球最大的藝術品拍賣公司加士德在美國紐約 賣出了第一幅由AI人工智慧所製作的畫像 它是一幅肖像畫 The Portrait of Adam and Bellamy 那這幅畫賣出了1350萬的台幣 比當時預估的價格高出了40多倍 那這幅畫是非常的有意義的 因為它是第一幅由非人類畫出的畫 而且它賣出的價格還是這麼的高 這幅畫是由法國的一個藝術機構叫做Avius 那它提供了1500萬幅的圖畫 那這些圖都是 十幾世紀的圖 都是肖像畫 那它就為給AI去做學習 那它使用的技術呢 就是叫做對抗生成網路 簡稱叫GAN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那它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去學習 每一幅畫的畫風 那學習完這15000幅之後呢 它自己就 變成自己創作 然後去製作出 總共11幅畫 就是叫做貝拉米的一家人 那它 賣出的是其中一幅 那我們回想到 最早以前 人類在 洞穴時代的時候呢 我們人們都是用 那個那個石頭在洞穴裡面 去做畫 接著比較文明之後 開始有畫筆之後呢 就開始用畫筆去做畫 那使用畫筆去做畫呢 其實維持了一段時間 那到了近20年 我們半導體 硬體的 快速發展 那 電腦呢 可以開始用電腦去做繪圖 那 這幾年呢 又因為半導體的發展 人工智慧開始 暴障性的成長 那 尤其是一個技術叫做 GN 在2014年 有 叫做 Ean Goodfellow 這位 這位發明了之後呢 開始有非常多的應用 那 AI呢 現在已經可以 做出 讓你都 無法分辨的話 有一個技術 叫做 DC GAT 那他這個 DC GAT 做出來的人像呢 非常的逼真 你無法去 辨識說 這是 這是由AI所製作出來的 那你也沒辦法去知道說 原來這世界上是沒有這個人的喔 所以下次如果有人說有圖有真相 你可要好好的懷疑一下囉 第一個要跟大家介紹呢 叫做 Gogan 你可以看一下呢 這個是有NVIDIA的團隊所開發的 GAU GAN 那我先說一下呢 他的 GAU呢 他是為了紀念 高跟 他是 高跟 他叫做 Gogan 那他就取 GAU 那後面的GAN呢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 對抗生成 網路 Generative G A的話呢 是Adversarial 對抗 對抗 然後Network 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玩一下 你可以看到呢 他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 你在這一張 畫布上呢 你隨便畫 那隨便畫了之後呢 他就可以生成一張 很漂亮的風景圖喔 例如說我現在都不動的情況下呢 我就按下去 他這邊要勾一下 下面的這個 好 勾著 那就按一下轉換 那通常這邊呢 要等一下 但其實非常快 你可以看到 哇 他就是生成了藍天跟 藍天跟一個大海 喔 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可以做哪些畫呢 我們可以看到 左邊這四個 他有Building Ground Landscape 跟Plant Building的話呢 就是 你是橋啦 或是 圍裡啦 房子啦 平台啦 房屋啦 之類的 那Ground的部分呢 他有這些 城土啦 那這個 這個是什麼 然後 泥啦 然後路啦 或是 一條 就是馬路啊 或者是那個 沙堆啦 或者是 沙灘啦 那風景畫的部分呢 他有 雲啊 霧啊 小山丘 山啊 小河流 大石頭啦 海啦 天空 雪 這也是另外一種石頭 有水 Water 那你就可以去選擇 那植物的部分呢 也有 這幾種讓你去選擇 喔 那這邊呢 就是會恢復到原本 例如說我隨便畫 例如說我選一個Bush 我隨便畫一下 畫完之後呢 我要恢復到原狀 我就按這一個 那現在這個就是畫筆 那畫筆的部分呢 你還可以調整你的大小 這樣子 那你可以 也可以選擇形狀 那這個呢 就是你如果是一個區域的話 你用一個一個畫呢 會太慢 例如說 我一個Bush呢 我要畫這樣子 那我就按這樣子去 做 整個的填充這樣子 那我現在呢 就來做一張畫 那我可能下面會有一個沙灘 我想要這邊有沙灘了嗎 想要有沙灘 畫一下 這邊就 然後會有一個大石頭 那有一個大石頭 那用一個Rock 好了 用一個Rock 長這樣子 那一樣把它塗滿塗滿塗滿 大石頭 然後會有 會有一個雲 那還有會有什麼呢 會有一個灌木蟲 灌木蟲 好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讓他看會長成什麼樣 喔 他就變成像是這樣子 那下面的部分呢 他又有很多的風格轉換 可以讓你使用 例如說這個黃昏 你可以按下去 那他就會變成這樣子 那這個更紅一點的 那這邊是 又是不同的風格 所以這邊的風格呢 你都可以去 去玩玩看 那你這邊做完的圖呢 你就可以去下載下來 他下載下來的話呢 是 512乘512的 所以也算是 也沒有太小張了 算是蠻大張了 那另外要跟大家說明了一下呢 這個是NVIDIA跟MIT團隊所開發的 那這個團隊主要有四個人 那三個是華人 那三個是台灣人 我們來看一下這三位是誰呢 這麼的厲害 那是一位叫做劉明玉的 他帶這個團隊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他之前是在 交通大學念完書之後呢 去國外繼續 求學 然後在那邊工作的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王鼎君 那王鼎君呢 他是由台大畢業的 一樣畢業之後呢 到國外去求學 然後在美國那邊工作 另外一個叫做朱俊彥 那他是清大所畢業的 那也是清大念完之後呢 去國外求學 然後之後呢 剛好 他們組一個團隊 去做這個 這個東西出來 所以呢 其實非常的厲害 那 如果你現在有在求學的話呢 還在念書的話呢 你也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前進喔 接著為你介紹 Image Impanting的 網站 這個呢 也是 我這邊也是用 NVIDIA 他們所開發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呢 什麼叫做 Impanting呢 就是呢 你原本一張圖呢 你把一些地方 把它塗掉 那經過這個 AI的 技術呢 他能夠幫你 長回來 你可以看到這邊 愛因斯坦 他把它塗一點掉呢 然後呢 他可以幫你長回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玩玩看 我們這邊呢 就來 選一張圖片 那我這邊有準備好了 我看一下 我們選一下那個 張鈞令 氣質女神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就按 我們先選那個 Image Scale 就是我們 Focus在 臉部 這樣 那我們就按下一步 好下一步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用 畫筆去畫 例如說 我把這個眼睛 畫掉 我那個筆觸弄小一點 好那我們就Apply model 看他會長回來 會是什麼東西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會稍微等一下 因為他主要就是 你做完這件事情 他會把這個圖呢 傳到後端 然後他們做完之後 再把它傳回來 那你可以看到呢 我把眼睛塗掉之後呢 他生成的眼睛 是長這樣子 嗯 果然眼睛非常重要 那也說明了 你看喔 呃 他不會長出嘴巴 他也不會長出鼻子 他知道你塗掉的是眼睛 那我們現在換來 來塗其他的地方看看 AD mask 我們這邊就 Clear 那我們就把他的鼻子 塗掉 呃 鼻子塗掉應該看不出什麼 我們一起塗掉好了 看會 看會怎麼樣 好 就 等待一下 喔 喔 這個鼻子也還OK喔 那這個嘴巴 也不錯呢 看起來 這個我也是可以啊 眼睛沒有變 所以看起來眼睛應該是比較 比較重要的 那如果我們改他的耳朵 其他的地方 我們試試看 這個 undo Clear 我們把這個塗掉 然後如果我塗掉這一邊呢 會變怎樣呢 好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喔 哇他這邊的頭髮其實長得還不錯 你看看 他這邊 看起來就好像你是把耳朵遮住了 那他上面呢 我這邊都塗掉 他其實有把頭髮都長出來 看起來也是非常的自然 所以這個比較重要的就是那個眼睛 這個部分呢 我就介紹到這邊 那你 你可以 拿你的相片呢 或是你自己另外一半的相片來玩玩看 看會長成怎麼樣子喔 好下一個我們要介紹呢一個叫做 Style Transfer 風格轉換的網站 那 Style Transfer呢 他就可以 將你的圖片呢 轉換成另外一個風格 例如說呢 他是一個文藝復興的圖 那他 他就會把文藝復興的風格 掏用在你的網站上面 那這個網站呢 是一個日本專家 所自己做的 那你可以看到他這邊有寫到的 AI artist named AI Gahaku Generates a masterpiece from your photo 他就是 把他擬人化變成一個 AI的藝術家 然後呢 他可以針對你的圖片呢 轉換成另外一個風格 好我們就來玩玩看 我們就先上傳一張圖片 例如說最近 愛的破將非常的紅 我們就選了一下孫義貞的圖片 那他這個呢 把圖傳上去了之後呢 他會在 後端呢 先去偵測你的臉 偵測出來之後呢 再去做轉換 我可以看到他這個轉換出來 就是這個風格 那他下面有各式各樣的風格 你都可以選一下 例如說 我選這個風格 這個風格就是長這樣子 那不過呢 他這邊有一個缺點就是 他只針對你的 臉部而已 就是你的大頭照 那他沒有辦法去做整張圖的風格 轉換 這個比較適合你要轉換你的大頭照的時候 或者是你的Facebook 你的那一張大頭照要更換的時候呢 你可以從這一邊來製作你一個比較特別的大頭照喔 接下來要跟你介紹的話是一個 App 那他是Google的 R&Culture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上的圖示 那因為我是用 手機去操作的 所以我現在是用 手機的畫面投影到 我的電腦螢幕上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我就是按一下 R&Culture 那因為我這隻手機是比較 比較舊了 這手機大概已經是兩三年前了 但是呢 我的 我跑這個App 還是能夠跑 所以你如果是比較新的手機呢 應該是 跑起來應該是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時候你就按下面這個照相的鈕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上面第一個有一個叫做R-Transfer 就是風格轉換 其實跟 跟剛剛提到的那個 那個指做 人臉部分的風格轉換是一樣的道理的 那我們就按一下拍照並將相片轉換 那我們這邊呢我就自己這邊拍一張 好 拍完了之後呢你就可以去選擇你的 你的風格要是什麼的 例如說 我選一個 Vangov 選一個 飯股的這個風格 其實嚴格來講他不算是GAM的技術 他比較像是有點像是Autoencoder的技術 那只是說他的Lows Functions 跟一般的是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他能夠把 風格套用在 你的那個照片裡面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他現在的 風格照就是會變成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選擇 其他的風格 例如說 我選一個這個風格 那我看了一下他這邊的風格比較可惜的是沒有 飯股的那張最有名的話就是新月之夜 那一幅畫其實是蠻漂亮的 Stary Stary Night 好我選擇這個風格跑出來之後呢會變成像這樣子 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蒼姐 就是非常多的眼睛有沒有 我的衣服這邊也有眼睛啊 然後 然後這個 後面的背景也有眼睛啊 也蠻有趣的 那他這邊還可以轉換成GIF 就是 原本的圖片 然後跟風格轉換的圖片 那他也可以按下面這個按鈕 讓你分享到你的一個 Social Network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 日本專家那一本做的 他專門就是針對你的大頭照 那Google的這個App 他是針對 整張的圖片 所以我覺得整張圖片的 做起來的感覺也會 也會蠻不錯的 所以呢 趕快去下載來玩玩看喔 關於風格轉換 我個人是非常的喜歡 而且呢 我有把它 應用在我的生活中呢 那我是應用在哪裡呢 我主要呢 是應用在 我跟我老婆 就是 我們出去玩的圖片 那我想做一個紀念 就把它洗出來 像是這樣子 我就是挑了四張的圖片 那每一張圖片呢 我都套用不同的風格 那你在網路上呢 可以找到類似的店家 幫你做輸出 幫你做類似這樣子的 相框 那你就可以擺在家裡 非常的漂亮 不過我要說明的是呢 呃 呃 我這個的風格轉換的圖片呢 並不是用 呃剛剛所提到的那兩個網站 所做出來的 那我 我是用自己的 呃寫程式去 跑出來的 那 因為這樣子呢 我比較能夠掌握 它輸出的大小呢 也可以根據我的需求 來做輸出 不會受到 任何的限制 如果你有 你對這一部分有興趣的話呢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就會考慮在 之後的影片呢 來說明這個 Style Transfer 的 Coding 應該要怎麼做 那這個方法呢 我也提供給大家 如果 呃你現在要 呃送 你的 重要的人的禮物 或是要記錄 你重要的人 跟他的圖片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 參考這樣子的方法 但不一定會是老婆 有可能是你的女朋友 有可能是你跟你的小狗 你跟你 最重要的家人 都可以 那套用一個風格 來做個紀念 放在家裡 做一個擺飾品 也是不錯的喔 最後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是我常用的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呢 是主要是來做去背的 就是你的 圖裡面呢 你要把背景去掉 變成一個png檔 當然 你也可以用一些 Photoshop 或是一些 一些工具去 去做 那這個網站呢 是用AI的人工智慧去做到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就是先 上傳一張圖片 好啦 我們就上傳這個 之前非常紅的 十里桃花 閃身三次的 陽蜜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圓圖 然後呢 他就可以把你的背景呢 都 抓出來 其實算抓得不錯 那這一邊因為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其實 也不算是他的一部分 所以他其實 算是做得 還算不錯 那我們如果再換另外一張圖片 例如說 我們換個 這個 這是最近很紅的 梨太苑Class 裡面的 男主角的初戀 全 那 拉 你看 他切的就是非常的漂亮 有沒有 答案人也很漂亮 那 你這邊如果覺得他切得不好的時候呢 你這邊還可以做 Edit 那這個Edit 可以做什麼呢 例如說他可以轉換你的背景 轉換你的背景 那 如果你不轉換背景 的話呢 你還可以去做一些細節的 操作 例如說 他有些地方如果切得不好 你可以用這個 Eraser 橡皮擦呢 去把它 塗一塗 例如說我這邊的 頭髮的毛罩 把它去掉 你就可以在這邊塗一下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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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甚至是這個 衣袖的部分 你要把它 一個細節把它塗掉 那你的筆觸呢 你也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 放大或縮小 那 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 可以把它download下來 OK 這樣 那download下來 它就是一個 PNG的檔案 那你看起來就會像是這樣子 所以他去背其實算去的非常的好 我個人覺得啦 而且非常的方便 只是呢 他會有一個限制就是呢 他沒有辦法讓你 下載原始的檔案 就是說你的檔案如果本來很大的話呢 他一天好像只能讓你輸出一張 就是跟原本的檔案大小一樣的 但是你如果要超過 超過那個一張的話呢 他就是要算錢的 他其實有很多的 很多的應用 例如說他有 提供API 然後呢 他還可以跟Photoshop來使用 那你也可以在Windows Mac 或是Linus 所以他算是 做得比較完整的 所以呢 他我個人覺得他收費是蠻合理的 你如果真的要使用到的話 你可以用現成的 我是覺得 還算是不錯的 那他這個的 這個 技術呢是叫做用到一個叫做Deep Learning的 Tiramisu 好像是吃的對不對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他要取這個名字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去找這個 Tiramisu Deep Learning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 技術的相關的文獻囉 那這個部分 我為什麼會常用呢 因為 我來做卡片的時候可以常常用到 例如說我來做 小朋友成長的卡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一下 我要做一個小朋友的成長紀錄 那就可以看到我每張圖都是需要去背的 那我就可以把照片挑出來之後呢 然後去進行去背 然后就这样贴贴贴贴贴贴 И做成一张卡片这样 那你们也可以去给你们做参考 如果你们有相关的应用啊 或是你要做给女朋友一张卡片啊什么的 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玩玩看喔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呢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在底下的留言区留言给我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